传言有一只日本神兽 只要找到吃下去就能长生不老 但代价却大的技能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分享一部奇幻短片 龙鱼 相传有一张地图可以找到日本神兽 龙鱼的属在地 甚至传言只要吃了他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在想,弹生肉不是吃了也能长生不老吗? 关键是我读小学的时候 经常在小卖部买到弹生肉包装的零食 吃了这么久都没有见长生不老啊 男主信命古生物学家 他一直在研究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生物 这些年,他为了证明这些生物的存在 甚至不惜猎杀他们 而聚见了一次 一种叫霍家皮的古生物被他发现并猎杀了 当然,也因为这行为遭到了大众的谴责 朋友甚至问男主 你当时猎杀霍家皮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因为他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只了 男主也陷入到声势 自己这么做真的对吗? 只是为了证明世界上存在这种生物 朋友特意提醒男主 院长并不希望你在博物馆发表会上提到人鱼 原来男主偶然得到的一份 关于日本神话中人鱼所在位置的地图 可他还是憋不住将其说得出来 并说这么多年来很多的生物都被证实是真实存在的 比如双围美人鱼温蒂尼 最最重要的就是人鱼 男主说到这个的时候 台上传来了嘲笑声 但男主却并不在意这些 他说我得到了一份关于人鱼的地图 虽然不是完整的 但很可能会找到人鱼 不过传言 一旦吃了人鱼 虽然会长生不老 可也会受到诅咒 至于诅咒这个事情 则无从考究 毕竟现在的男主 连人鱼都没有看到 男主在台下滔滔不绝 而台上的人都在想办法弄到那份地图 特别是院长 当然男主更没有注意到高台上 有人用微小照相机记录下这一切 但也因为男主这言乱引来了非议 甚至有人说男主是为科学 是虚假造谣一类的 还有人在他的门口贴上一字 独角色的话 就是为了嘲讽男主 但男主并不在意他人的意乱 这次朋友过来告诉男主 他要的职位没有 并表示那些职位和投资 都是为了给大学发展的人 而他为了帮男主 已经浪费了不少钱 让学校这边蒙羞了 男主原以为这些钱是为了给那些 敢于冒险的人提供帮助的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而朋友过来也不是帮男主 只是为了过来替院长拿地图 正好对方在吃苹果把东西给弄脏了 男主让他插下手 顺带把地图给掉包了 等朋友走后 男主开始失口人生 意外发现了一个包裹 打开后里面有一封信 信中的人说他相信男主的研究 也相信那些生物真的存在 因为他给男主寄来了双围美人鱼的头骨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按照上面的地址找来 另外一边 一名日本富人也在调查 关于人鱼的事情 之前偷拍地图的也是他手下的人 甚至他们还抓到了送包裹给男主的那名光头男 日本富人意识到也有人盯上男主手上的地图 但只有地图可找不到传说中的神兽人鱼 必须要有男主的帮忙 原本他们打算将男主带来 但男主此时已经启程去找那名神秘人了 神秘人留下的地图很复杂 男主先是开车 然后翻身越岭 最后来到了山顶处的一个歪斜的屋子 不注意看还以为这个地方是茅厕 打开门后 男主进入到其中 这是一个地下通道 刚进入门就关上了 而这边似乎还有些奇怪的生物 藉着微弱的光亮 男主一点点向下 而这个地下通道竟然暗藏旋径 打开灯光后 一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呈现在男主的眼前 顺着梯子一直往下 男主看到了无数传说中的生物 比如双围美龙鱼 还有一些他见都没有见过的恐怖生物 感觉要是被咬上一口 那应该会很爽爽 而这些生物 无一例外都是传说中 不曾被人发现 但真实存在的 穿过这些生物 男主来到了个大厅内 在高处还有首位 但这些首位的面貌 为啥看起来如此的诡异 如果是面具 耳朵不应该是细长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些首位也是传说中的一种 而眼前这名老人 就是写信给男主的神秘人 男主此时还在惊叹外面那些生物 他对老人说 既然这些东西真的存在 为什么不公开呢 可老人却说 我对公开没有兴趣 而且我也不喜欢和外人打交道 这次找男主来 主要是为了龙鱼 显然老人也对龙鱼感兴趣 准确的说他年纪大了 对永生感兴趣 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这份诱惑 可男主却说 我就不需要 老人淡淡一笑说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 老人也知道 需要男主的帮助才能找到龙鱼 并说 只要你能够找到龙鱼 我会给你自由 成功和尊重 甚至为你建立一所自觉的学院 男主最终还是没能扛住诱惑 答应办多才多艺的老人寻找龙鱼 就这样男主乘坐着潜水艇 来到了地图标注有龙鱼的地方 然后开始下沉 当然和现在的潜水装置不同 以前的装置老旧不过看起来相当的拉风 但这深海中暗藏杀机 周边还有一些人的骨头 看来这些年不止男主来到故这里 而这个地方显然是龙鱼的地宫 男主也看到了真正的龙鱼 龙鱼只是在男主的周边游来游去 带着好奇观望人类 此时男主陷入到深深的纠结之中 如此美丽的生物真的要射杀吗 如果它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鱼鱼了呢 如果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吃了鱼鱼肉也并不能长生不老 与此同时 日本妇人这边也顺着线索 找到了老人的所在地 显然一场争夺即将展开 而故事到这里就假然而止了 明显还有后半段 这部短片是众筹八万拍摄的 整体看起来感觉非常不错 期待后续的故事 当然我觉得大概率不会有下文了 如果奇迹发生的话 那当我没说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